好 我们就准备一个要测的样品 这个就是放在底下的 我们先 砸上去 这个拉起来 拉起来 要砸上去 然后这个是另外的一个背侧的一个塑料膜 我们要把它包到这里的测试块 滑坏上面 用透明胶把它加好 然后这个滑坏是放在这个孔上面 测试的话 我们在这里可以设定测试条件 这个看什么标准测的可以说 然后测试的速度 我们现在是按100的毫米每分钟 然后这个位移 呃 要就是这个行程要走多远 这个可以设定 然后其他的一般是不用不用去调整 这个单位 这个立即的单位可以在这里刷 有公斤或者牛啊 磅啊 这些 好 我们现在测试一个样品来看一下 我们先清一下零 直接点测试 可以看到这个 有个粒子的曲线 这里实施审是一个进膜 磨砂系数 还有一个动 磨砂系数 好 那个测试完成了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 测试结果查看 然后可以打印 这是这么讲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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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